我把视频重新播一下啊 播一下我中间给大家解读一下吧 这样 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杨曼 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五福临门国泰民安 当朝不让你好牛 给您拜年了 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刚刚那个杨曼呢 刚刚那个杨曼呢 他是 这是也是 他是几个月以前 的这个中心呢 也是在微信上 要求来中心呢 这个做做一工 包括大家知道 他我们那个新年那个迎新晚会嘛 不是圣诞迎新晚会 他做主 也是主持人之一嘛 也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这次拍视频 也是他第一个 跑到那么冷的天 跑到多伦多 那个安纳瑞湖旁边 拍的这个视频 起了很好一个 我们这个活动 起了很好一个带头作用 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写我的两个宝贝外孙女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各位 牛背飘身起 切舌报公音 当朝不让 你好牛 给大家拜年 这这个旅言老师呢 这个我都不讲了吧 大部分都都都比较熟悉啊 都比较了解他 比较比较了解他 这这个 他也也是我们中心的啊 一个这个 做过五年多的 一发起人之一 这个大家 这段时间也看了 都能感受到 对中心呢 在中心做这个 做的 也是也付出很多啊 也是兢兢业业 做 能够他能够做的 没一件事情 包括我们的宣传片 也是 也是他去 那么忙 他自己抽出来 实际上他是很多的 他那天都说了 我自己 哎呀 那么喜欢的 他最喜欢麻将 他都麻将都放弃了 啊这个你就 就是中心这边呢 确实是给他 也是生活当中 给他也增加了 很多的一个工作量 是这样 就是我在这边嘛 我也就是表示感谢啊 我是加拿大 华人志愿服务中心 志愿者经验 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朝运正当头 新春别样牛 当朝不让 你好牛 给您拜年了 今天 我大家 起码这几个 他是 他是 去年的12月 去年 圣诞前 也就是12月之前吧 之后 他们这个 他到中心报名 后来也就是圣诞节 前有半个月吧 后来这个 不到半个月时间 他然后呢 就是他就是说 他就是申请到中心 做志愿的 然后呢 交流以后呢 就是把我们 就是我们中心 那个圣诞银行晚会 就是他是 总的总策划 他做事呢 这个主动性也强 而且呢 这个我当时把这个 给他聊以后 当天 当天他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 就把这个 就是这个策划 拿出来了 因为他 他这个情况 因为他来蒙特利尔 时间不长 这些社区搞的活动 他也不了解 我当时呢 就他 给他请教了几位 几位比较聊 比较参与这个 活动的 老朋友吧 那老同志 这个我跟他 老朋友 我跟他们沟通了一下 他当天就把这个策划 方便拿出来 基本上 那个路子 就是安安的走 他说 他关于一点啥 他自己主动做事的 能力很强 这个里边 确确实是想 像中心这边 我们中心 也没 也没什么收入 对吧 收入就没有什么收入 我们呢 都是大家 有干活 有捐钱 有些这个 这些干活 还要捐钱 所以说 也没有给任何人 发工资 发不住 说就是 我们没有任何 大家来帮忙 不管帮多少忙 我们都很感恩 我们也没有任何 说让你干啥 让你干啥 没有这个 你要是中心 要发工资了 那我们就干 规定做 这个没有 所以这里边呢 很多就是靠到 靠自己的一个主动 去做 确确实实 这个经验 对我这边呢 对我们中心这边呢 给大家收入了一个 很好的志愿 一个榜样 确确实实 这个我们 这个作为中心来着 这个有这样的 这个志愿者来 我们也感到很幸运 我是加拿大 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 志愿者 报信 我在加拿大的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福利门 国泰民安 当场不让 你好牛 给您拜年了 我们是加拿大 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 志愿者 我们在中国 全国沿岸宝卡宣下 给全国人民 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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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 当场不让 你好牛 给您拜年了 这个是 刚刚这个是 就是 在多伦多 多伦多 密西沙加的 这个李洪隆老师 他是在 这个 他是在去年的 五月份 六月份 来中心的 就是教大家 他是 阳式太极 国家一级教练 他在 延安那边 他在 当然他 多伦多 两边跑 他这边也是 这个 两边跑 这因为疫情 他给国内 也没有回来 这没有回来的 就通过 这个入幕 这个直播间 对我们中心 在 你知道 在第一波的时候 我们中心的 整个加拿大 这疫情 谁 第一波 大家不知道后边 到底胸 胸弦到哪个程度 大家都是 心里都是 那个状态 我们为了强行健庇 这个我们有 陈时台阶 阳时台阶 什么 我们 郁家 整个都 中心都搞起来了 都有 这些活动 都有 这个 这个 李洪隆老师 就是 这个 也是当时 卫军大会 他协调 比起来 他协调 就到中心 一直教课 他教了两次 这是第一次 后来中间 他又去南京 他姑娘家了 又在南京 而且离家很远的地方 他又跑 两边跑 就是为了上那个课 又开 专门开着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讲课 就是 我们是早上 他们是晚上 这个 去 又坚持了 有一段时间 反正整个下来 他又差不多 有半年时间 在进行做 一周 他一周 一周 讲两次 一周两次 他基本上是 一周两次 好 我是天宇 我是Sophie 我是战兵 我是卓拉 我是天宇 我们在加拿大的 蒙克利尔 给全国人民 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五福里门 国泰民安 牛年大喜 给您 拜年了 我是加拿大华人 志愿服务中心的 志愿者 马冠英 我在中国的 河南平顶山 给全国人民 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五福临门 国泰民安 当朝不让 你最牛 给您拜年了 这个马老师的 我是加拿大华人 这个马老师 刚那个马老师来 这个 他是去年 几月份的 这个几月份 我查查到 一定有半点多时间 他每周一次 就跟您讲 那个绘画 那个书画 就是绘画 书画 这个群里边的 他是那个老师 他曾经被派过 也派出 国桥办派出到国外 去教大家 教画画 他就是 从那个 当时一开始 他就是从 这个 画那个 国画开始 很简单 最开始我印象 就是画 画画 说了说 他这里边学生 年轻的 我不知道有多小 但是年龄大的 我知道 七八十八九十的 都有 在里边 甚至有些 还是很有名气的 像我们家 一些书法家 在里边 也跟他学画画 他最好 最好是 他里边 现在 这个群里边 现在不到300人 但是这个群里 也特别活跃 一天里边 互动 互动性特别强 大家都在探讨 怎么去画画 是这样 而且这个群里边 全学是培养出来 不少的这样 这些都是新的 老画家 有些人跟不懂 他就通过 就这样去 前面去学习 他都喜欢上画画了 这我了解的 我几个朋友 他们都有这种 反馈意见 都在里边 就是原来 那我就不会画画 但是我一看 都喜欢上了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节 给大家 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平台 这个就是 疏解心情 疏缓心情 转移注意力的 很好一个平台 这是 这是我说的 这个马老师 马国勇老师 志愿服务中心的政客研 我在中国的平顶山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武福黎门 国泰民安 当朝不让 你好牛 给您拜年了 嗨 这是刚刚那个 这是刚刚的 那个 那个 郑培原老师 这个大家都知道 线描聊 举的老师 这个 每周 每周四 就是明天早上 明天 我们这边 明天早上 八点 上午 八点到九点 他是线描聊 一课 这样 线描聊一课 通过线描嘛 大家也是一种 书解心情 书缓心情的 这个 这个谁呀 这个 我看一下 我这个动不了 我的手机动不了了 我说这个 下边 任老师 任老师这边 任老师 还没上来啊 这个时间 给大家说一下 就很不到12点 到到 一点 两点半 我们不影响 就12点半 12点半 就好像有半个小时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12点半 我们英语 英语四群的学习 张学泰老师 就讲 继续 还是继续讲 这个 这个期间 我就把这个 我们的拍摄视频 一个播放 一个给大家 介绍一下 起码我们拍摄 干啥呢 实际上有些志愿者 我现在就刚刚 有些我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们没法介绍人家 我不是不介绍 我是没法介绍 我不是很了解 所以中心现在呢 志愿者 你说有多少 那我可以说 我说我大志叔叔 我说上千是肯定没问题了 原来蒙特利尔 在19年时 我算了 差不多四五百了 四五百 这个志愿者 应该上千 剩下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现在你说 到多人多 你到温哥华 你到卡尔加里 你甚至到网子岛 我们都有志愿的 这个 所以说呢 这边呢 我很抱歉啊 真的有些 包括很多朋友 要到中心来帮忙 我有时候都 有时候都应付不过来 这当然跟中心的这个体制啊 现在我们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快速发展 也有关系 我们这样回头会就绪 谁具体力复杂难快难快 我们会安排好 也希望大家呢 来中心来分担 中心一些工作 我介绍下边 我是加拿大 华人志愿副重心的志愿者 叶帆远 我在加拿大都能多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武富临门 不太民安 单朝不辣 你好 牛 给你拜年了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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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美丽 带给人家 我是加拿大都能够 古兰先生呢 是我这个 对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 刚刚就是那个叶子 那是他的应该是他的大姑娘 大女儿啊 是这样 但是我认识他们两个人 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认识 不是他们互相介绍认识 当时叶先生在认识之间上 比较早 他在多年多 他一个人91岁了 在中间来经历一些事情吧 他给我提了 他一个是 一个是他要是到中心来学习嘛 后来呢 给中心提了很多的建议 在这桌子呢 就是中心的 圣诞迎亲晚会的时候啊 我当时给他说 我说 老先生一个呢 一个可以到我们那个 健康论坛里边呢 你可以去介绍介绍 你这个 怎么长寿了 给大家介绍介绍 当时任老师也说 可以到介绍介绍 后来我那天 我说你 能不能 我们要搞个晚会 你能不能给出个节目啊 结果他就 突然有天早上 他把那个 发给我了 他说你看我拍的怎么样 怎么怎么 说说我看到 完那个录像 看了以后 他专门又请了一个 弹钢琴的 在他家 去到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家 反正是 请了弹钢琴的 他去 给他弹钢琴 他唱 唱的时候就是 乐之故乡嘛 当时看了以后 哎呀 我真的很感动 我这么大年龄啊 我说不好听 我这个年龄 我现在我真的 我就我这个情况 我都不要说那么大年龄了 我到八十 我都感觉很幸运了 真的这个 哎呀 这东西 老先生的精神啊 真的可嘉 后来当时我们那个策划组 还有人说呀 能不能带老先生 再录一下 因为他是堵住那个啥 我说不要折腾老先生了 这个都很难得很难得 这个年龄啊 这个精神对吧 就很难得 他接着这个视频 视频这个呢 这个我没给他讲 他都给我打电话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谁 这个 他说 李先生啊 你能不能 就是我 我录一个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要去户外 要怎么回事 要户外要录嘛 因为当时是考虑说 我们是往国外 国内的 他们要户外 能想知你是在加拿大 在哪里 他能想知你在哪个城市 是这样 后来我说 我呢你拍吧 你怎么拍都行 因为那天 我也记录出去了 我还去 去外边要拍 拍视频呢 后来我说 他讲了以后了 我都说 那你就拍吧 你自己安排 怎么拍都行 都没问题 就拍出来这个视频 老先生给我们 给我们中心 还有很多 就给他 有很多建议 中心接了很多建议 好 我是这样 大华人这样 普通一党 这样子 我叫你广人 我在加拿大 蒙特利尔 给全国人民 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武夫临门 国泰民安 当朝不让 您好 牛 给您 拜年了 我这都不用介绍了 大家都知道了 反正是 就给大家 做好服务员 就是做好服务员 都行了 那个 旅行 说好服务员 顶 旅行李 我在加拿大 多伦多 给全国人民 拜年了 祝您 五福临门 国泰民安 新春快乐 健康 平安 这个吕欣敏老师 是我们的饮食健康的 饮食健康 饮食健康的这个 他这个营养师嘛 他是这个老师 饮食健康挺好 大家讲食物不带瘦啊 很多方面啊 我看那个上课的也很多 他而且他爸中心的这些视频的 他自己在国内也有 他们公司嘛 他们也有网站也在国内去 在他们网站上 也在也在 包括他这个视频 也在也在宣传 在国内宣传 应该是 吕老师应该是哪个协会 还是是个秘书长 他当做国家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我叫张丽宏 现居住加拿大蒙特利尔 至此牛年新春到来之际 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祝愿伟大的祖国 国泰民安 五福临门 繁荣昌盛 当朝 你最牛 快年了 快年 这张丽宏 张丽宏老师呢 这个他现在中心做了差不多有十个群的群管 一直帮助中心再转发 转发一些这个 他平常也经常忙 我有时候给他打电话都是在路上 就这样 就是也就是百忙东西抽出钱 给我们中心 这几个群呢 他说招呼维护呀 包括这个罚公告 准备公告啊 转发一些信息 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梁力晓 我在老挝华校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朝运正高头 新春别样牛 当朝不让 你好牛 给您拜年了 我们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我们在岗窝华校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穆华校给全国人民期待 大家休息一下 我把我稍微调一下 这一分钟时间 我调一下 我把这个这个门 我把这个门 任老师 我跟你说 你这个值班时段 这个七天落 春节天天落 这个值班这个时段 是这样 今天早上调整一下 因为今天有英语四群的学习 正好中心 咱们这个拍视频 也就基本上进入已经结束了 第三阶段也基本上都马上结束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所以今天要把这个整个视频情况给大家讲一下 所以你这边今天 你这个今天就改成 包括这个管老师这一会儿 还有你这一会儿 这个时间就用到这个上面了 一个小时时间 那我介绍给大家继续继续讲嘛 继续继续播这个 这个这个 继续播这个视频 哎 这主席今天不是 那个我的健康聊节目时间吗 现在 对对 你看啊 你要为啥值班群要看 我早上都改了 早上都全部都调了 因为这个今天的情况 因为这个是最后一最后一个嘛 我我当时在那个 你可以看呢 都已经发过了 都发过了这个 这个这个 再告我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节目取消了 就是我 因为你这边是这样 你12点半呢 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 不是一个英语英语学习四群吗 英语学习四群 英语四群呢 这个学习呢 早上都我们六点钟 我们几个都是最后定了一下 当时你没有上来 我们当时要跟你讲 这个我 我这个事也没给你告诉你的 跟你讲 但是我想着你看到 因为在很多群里都转发了 那个群公告的都有 就是说 这11点半到12点半 是中心这个是拍摄视频的 今天要算一个小节吧 小节下 因为马上该结束了 最后一天呢 希望大家能够去拍 能够元宵节嘛 第三阶段能够去拍一下视频 再一个呢 主要是前面呢 简单一个小节 因为明天后天都放假了 后天都开不了了 就这个情况 明天后天 全放假 全放假 全放的 后天全放假 包括那个八段级也放假了 全部都停了 全部明天都去 后天都全部 明天后天就15 16 不是明天 不是明天 后天 后天一天 明天是我说最后 可能没有很多时间去 我们先做个小节 过了节以后 我们再做总节 先做个小节 今天就是做小节的 那我上午八段厅 我和大家宣布的时候 你也没跟我说一声 我还说中午 我在开车 我没听见 我是没听到 好的 先明白了 因为你也没看到那个 我估计大家都忙 都没看到 都发的都有群工告 我发的都有 早上呢 因为我是中间 我还是 开住车 在学校 给大家 安排的事吧 我知道 我现在知道了 好的 因为你这边就半个小时前 你这个后边 是那个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办了 嗯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谢谢 好 我继续给大家 我继续给大家 讲啊 哦 我这个 刚刚 没有 哦 对 我刚刚呢 是那个 梁丽小老师 梁丽小老师 梁丽小老师呢 就是 他也是中心的 中心两个叶子老师 这梁丽小老师呢 他 这刚刚那个 英语英文歌那个 是 是 是那个 叶子老师 这个是我们 教中文的 教中文诗字的 这个老师 他是周 周六上午 八点到九点 他是在老窝 现在还在 等于 还是在 在在 就是国家办拍到外面 还在在教教学 那在那 华笑嘛 他刚刚 大家看到了 是这样 呃 他们从 从到中心吧 每天守时 而且呢 很耐心 呃 而且他这个方法 一直在 尽量适合我们这边的 爱带孩子 尽量教孩子们 就是了 我看 上一周的 上一次这个 就上周六的 讲的都很好 我看一些孩子们呢 都都 呃都都上来 说了这边呢 希望大家呢 有你们呢 有有些孩子了 就是五岁到二十五岁 到二十岁左右 这个孩子都可以上来 他知道是中文不好的 都可以来学习 当然有西人呢 有些那个啦 也可以让他们 其他注意的 也可以让他们过来学习 啊 这是 我讲啊 这是梁老师啊 梁乐阳老师 我在中国的大东北长春 我给全国人民 马力军 我在中国的大东北长春 我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武府邻门 国泰民安 当朝不让 你好牛 我给大家拜年了 我是加拿大 这个 马力 马力军老师呢 他是我们中心 呃 在去年九月份正式的 一个微信群里 呃 一个相亲群 是群管 他就 他实际上就是主管相亲 这一块 可能咱中心里 很多朋友不知道啊 不知道我们这个呢 包括 不知道还有这个群 呃 这里边呢 在我们网站上 也没有宣传 群里边基本上也很少 呃 他这边呢 说到马老师呢 他白天晚 他是在东北 在基林 呃 全是晚上加班加点 给中心做了很多工作 那个群呃 呃 开始的时候是200人 呼乎乘100人 后来300多人 呼又乘200多人 这下后来400多人 我发现有两次都是400多人 呼又 呃 甚至将近500人 呼现在又乘300多人 为啥呢 就是 根据中心的管理 呃 不符合要求的 呃 不提报资料的 不是 反正不符合中心的规定的 就是一律都是清除群 这他做着光这个清除群的工作 他做了 做了 就是多少遍呢 至少 我看着至少是五六遍 至少五六遍 呃 中心就比较报备 都是这样 而且 现在呢 呃 应该说是一个月以前已经成了好几堆了 现在 多少 我回到他这这这一段时间 我也没有没来一句问他 应该是现在 很多应该也马上都成 呃 应该是有不少 啊 就是 呃 这个成就这个因缘啊 这是 马丽英老师 华人自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徐哲丽 我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朝运正单头 新春别愿留 单朝无让 李好 留 给你拜年了 这个刚刚这个啊 这是南非演才 网民国南非演者 徐哲丽 呃 徐哲丽大姐呢 我给呃 很多朋友不了解的朋友 我都给他介绍徐哲丽 真的我给中心 我 我一般来说 不是知道我 不是不是不是说这 不是让我 就是说呃 那个我一般来说 中心我不去介绍 呃 介绍中心的 虽然中心的每一个职业的都 都应该向外边介绍 呃 但是呢 毕竟说这个精力有限 而且呢 这个 我很很少介绍 但是徐哲丽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他是从15年 呃 这个 大选前吧 我们都熟悉 包括 蒙特律市长啊 我们在 呃 在唐人街里边 我们都一起去乌龙啊 给市长 迎接唐人 唐人街 来来来来 来指导工作呀 什么 我在在大选 大选开始以后呢 我们都在一起 竞选团队 我们都一起都在那边 这个呃 最后我们年底的大选结束以后 我们这个呃 这个又到这个 我们成立加拿大法兰队员副中心 他是我们中心的名誉主席 呃 呃 王者吧 这我们原来的一些老的律师吧 呃 不管怎么讲 坚持到 呃 也就是说 不是坚持到 就是说 一直伴随中心 一直啊 一直走到今天 呃 反正这里边呢 我对这些老的律师啊 呃 发起呢 表示呃 真的呃 深深的敬意 而且这个徐大杰这边呢 呃 他基本上就是说 呃 我们呃 中心吧 主要为 就是我们两个吧 这个又出利益 又出钱 呃 基本就是我们呃 也就中心呃 走到今天的这个这个这个情况 呃 当然说也有其他朋友一些捐助 也有一些 包括去年呢 像张海灵老师啊 呃 还有现在的学泰老师啊 给中心也捐助 还有一些 给中心呃 捐一些口罩啊 这些啊 这这些 呃 这是我呃 这个呃 徐大杰当时他中央电台还上中央电台 我们就是那竞选的吧 当时一一五年竞选当中啊 他我们一起挂拍啊 但是我们整个刀土盗啊 这些 呃 他经历他都 呃 呃 他是比我呃 他是在盟城来说是 呃 口碑很好的 呃 在蒙塔利尔口碑很好的一个打击 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杨凤菊 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武福灵门 国泰民安 当朝不让 您好牛 给您拜年了 我是江南大华人 水眼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陈贵珍 在太极权的发言地 中国河南 威胁陈江峰 给您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 朝银正当头 心吹别要牛 当朝不让 母女好 牛又牛 给您拜年了 陈伟丁老师来 我相信大家很多都了解他 中心 他去年的5月1号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他去年的5月1号 去年的5月1号 到这个 去年5月1号 到这个 到今年的 我在这边 大概 那是 我女儿 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也是 哎呀 也是 很多事情 也是 我们都难的 我包括你看 我们那个谁 还有那个谁啊 那个那个 还有管老师啊 我们都很难 外边工作这么忙 家里边有些 也搞不定 也没办法 像我这 我们这又出现 又出力了 就更更麻烦 这哎呀 有些 那个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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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不是 这个 这个 陈 陈规定大大使呢 就是5月1号 去年的5月1号 到这个 呃 5月到呃 8月1号 正好三个月时间 那个时间呢 是中国 国内来说 尤其是河南啊 我河南 我是河南长大的 我了解河南的情况 那边的是 那个季节是最闷热的时候 就是一天温度 他就30多度呃 33度34度 但是他比广州呢 广东那边 甚至海南的 那个378度 还要难受 他是闷热 就是5度出不来 就是那个情况 他这个每 呃 一周两次 呃 有时候为了呃 突出效果吧 他他有时候 他都在室外 室外呢 室外呢 呃 在室外 大家去去 呃 去去去拍 去去直播 是这样 呃 他本身呢 这个这刚刚拍那个视频 是他前段骨折了 本来是 我说要建议他 他说是到他武馆去 他全馆去去拍了 他动不了 就在家 跟我们拍个视频 呃 呃 当时我 这个的 呃 我是通过这个 我们也 就是一些 一些领导吧 找到他以后 呃 省里边市里边领导 找到以后了 本来是让他全馆 拍个全身来给我们讲了 后来我爸这个 加拿大当时呢 你知道五四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疫情特别严厉 对吧 对也不知道后边 关系第一波 不知道后边怎么样 大家一下心里都是都是很毛啊 都都就是那个 这个呢 我都把这个情况讲 当时我们呃 尤其是蒙特利尔这块 七八百 呃 这个八百万人七八百 在在在在加拿大手去医治 整个都不乐观 我爸这个疫情情况给他一讲呢 他就说 他说我亲自讲吧 这样一讲三个月 每 这大家都有些都听我的 不过我们没现在 每周在播台视频 作为这个呃 陈世太吉这一块呢 呃 我回头作为中心来说 会把这个陈世太吉呃 在加拿大去去推更好的去推广 我们可能推广的程度呃 反正我们一直在计划吧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别人做不到的啊 我们争取呃争取做到 而且我认为很现实啊 我们去要下部一个动作 最起码开始时候我们要要陈大使 要给我们的开网课 或者现在疫情期间也没办法去 去那边去考察去那个的 这个先请我们先先在网上 你尽量给他我给他做工作 他好了以后来开网课 我们这边先把这个太极呃 正宗的陈世太吉普及 在加拿大普及起来啊 后边呢我们可能呃 就是给我们的当地政府啊 可以关系我们可能会搞一些 大的活动嘛 但是具体有反正有个有个大的计划呃 陈世太吉这块我们有个大的计划 中心呃是一个呃 呃是这样 加拿大蒙特利尔给全国人民翻年了 祝大家牛年打击 呃刚刚这位这位老师这位 先生他是那个呃也就是十秒左右吧 拍这个视频那一天呢很冷 那天我知道那一天他拍那天我也知道 那天应该零下风速加起来又零下二度 他就你看抱着孩子脸都通红了 呃在那拍的主要孩子动力受不了 所以跟他拍了一下啊 这个转的他是如此相应 这个这个具体我我他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好像是姓王是啥 我听那个是那个独自相应的策划 王者讲他是姓王是啥 他会给中心的如今他们搞一些奖品啥吧 他就是给他提给他提供一些奖品 作为中心来说呢 我们欢迎大家来就是给中心呃 这个一些就是说呃 给对中心的这个一些支持 因为中心现在说了说就我刚讲过了 你靠我们这几个人去又出钱又出力 出力没问题出钱呢 那长时间对家庭都会出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这个给中心的呃给对也捐助啊啥 也希望呃这个下部我们可能也要搞一些呃 好的一个捐助 也可能我们也会搞一个大型的慈善晚会 啊因为我们前面有这个 升丹晚会这个基础了嘛 我认为我们搞个慈善晚会 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春节 这个天天烙这个活动 实际上这个这个活动说说是实的话 你要是我们现在走过这十几天了啊 还有最后一天 我们就这个这个活动整体来来来看 你实际上我们边干边做根本就没有策划 要正常这个活动你要策划 你起码得提前一个月去策划 策划不是提前一个月 你要策划一个月 我也未必有我们这么这些效果 说到这个呢我们就是一种平常心去做啊 以后我们呢就会啊 当然说更专业的一个活动 我们肯定会专门去策划之间去策划去做的啊 但是忠心来说你看这么多活动 还有时间去搞那个活动 或者你春节之前吧 可能都是排到一些 也不可能啊 不可能去没有 以 которого也肯定要要要做 要要尽量让大家关闹 我们的目的 基本上达到了 我是加拿大华人 自愿服务中心的自愿者 马延平 我在加拿大小城 Sawarstown 给全国人民拜年 武府邻门 国泰民安 当朝不让 你好牛 给您拜年了 这个马延平老师 这个也是我们 他是技术人员 在中心也提了很多好的建议 给中心这边 他也是一个桥的桥岭 他在岸省那边 不过李蒙他里面很近 我是加拿大华人 自愿服务中心的自愿者 我是Send 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少林市文化中心 过年了 在这里祝全国人民 世界华人 在新的一年里 和家欢乐 吉祥如意 这个石研迪老师 石研迪这个法师 他现在在多年多 他是多年多 他不是现在在温哥华 他是加拿大 少林文化中心的负责人 也是法师嘛 负责人 这边呢 作为中心来说呢 回头会跟他们一起合作 起码是会让少林 这个文化呢 在加拿大发展广大 起码是我们在 不只是在温哥华 西部 我们整个要建立全境 甚至回头 如果我们的服务 验射到美国的话 我有可能会在美国的一些城市 也会去 去把这块的去做 因为他们整个的运作思路 运作体系 我也了解 这个我们下部 中心会跟他们有一些合作 去把这个 这个少林 功夫少林文化 在北美吧 去做一个传播 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 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马磊 我在多伦多 给您拜年了 祝大家 牛年大吉 牛韵祥通 牛气冲天 牛腹永恒 万事如意 笑口常开 新年快乐 我们是加拿大华人 支援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我叫高爱玲 我叫清明 我们代表 加拿大首都 卧凯华 华人手工艺制作 爱好者的朋友们 在这里 给大家 拜年了 祝您们 在新的一年里 人民生活 也成为 大华人到的土下 幸福和安康 啊 nobody means 祝大家新春快乐 牛年大吉 生气健康 万事如意 祝大家牛年吉祥 平安快乐 Hi everyone in the new year wish you good health peace and good luck Smile often Hi 大家好 在新的一年里 祝大家身体健康 平安吉祥 效口常开 New year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Happy we are It is to have a big road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new year in Canada May you good luck and prosperity in the new year wish you for your good health and longevity nein the new year in the new year an i in the new year wish you wish you Best New Year, Wern the Ox 祝大家,柴元滚滚 May wealth come pouring in 称才精保,A lot of wealth and treasure 大吉大利,Great luck and fortune 新年進步,Better New Year of the Ox Happy New Year 21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柴元滚祥 牛氣沖天 Hi,大家好,我是張蘭 I am a prima 我有三個可愛的小葫蘆娃 我是孩兒的外婆婆 葫蘆是個吉祥物 在此我借葫蘆之美意 祝朋友們子孫滿堂 家人幸福安康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新年好,恭喜發財 高財俊保 福壽雙全 年年有餘 歲歲平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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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哲 我在江山門 我下面都趕時間吧 差不多已經弄播完 趕時間都不再 我都不再解釋了 以後再給大家講 代表如此相應 中華文化經典島族的 所有志願者 向祖國人民拜年 祝大家牛年吉祥 一切如意 心想事成 新春快樂 我是加拿大華人志願服務中心的 滾金剛 在加拿大蒙特利爾 給全國人民拜年了 祝全國人民 五福臨門 國泰民安 您好 牛 給您拜年了 早晨,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華人志願服務中心的志願者 張海玲 在這裏 我代表全體的粵語班同學 和大家拜新年 恭祝你 年年都有今日 睡睡都有今朝 合家平安 心想事成 步步高升 福禄壽全 恭喜發財 川普中心的志願 作為全國人民拜年了 祝全球華人 祝全球華人 由備挑釁去 確實要報福音 當朝不爛 你好牛 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文嘉丽 我在加拿大安省的逛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牛背飘春去 雀舌报福音 当朝不让 你好牛给您拜年了 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刘迅芳 我在加拿大的Mantria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朝鲜登头 新春铁样牛 当朝不让 你好牛给您拜年了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钢琴鸟师Nancy 我在加拿大多年多 给全国人民拜年了 祝全国人民五福五福 国泰民安 当朝不让 你好牛给您拜年了 祝大家心里愿快乐 恭喜发财 天生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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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南同乡联谊会 在新西兰 祝大家健康平安 牛年大吉 给您拜年了 我们是新西兰 德南文化报应联谊会 在新西兰 祝大家健康平安 牛年大吉 给您拜年了 我们是台湾河南共商会 我们在台湾南部 给全国人民国泰民安 与好牛 我们是澳大利亚国泰民会 与共商会 我们在澳大利亚内宿 祝全国人民朝日 盛当头 新春 也要牛 给全国人民 拜年了 牛 好 我为人士 在德国国泰民会 统奖会 你拜年了 最好 最好 我们在台湾河南 为首的优越 中的行政 在下 好 海外加拿人 通证 好 我们是 加拿大 華人制度的 做中心的 一辈子 我们在加拿大 通常立耳 祝全国人民 六年几下 我们是加拿大维维克河南娃娃 我们是加拿大华人资源国务公司资源者 在美国不许跟高 祝您年少几快了 下面我跳一下 欢喜过新年 一个对加拿大华人资源 那个张老师 张学大老师 你少等一下 我这马上都结束了 就差一点 你少等一下 我这个不行了 回头再播吧 我这个不能耽误大家学习 那个回头再播吧 基本上完了 好像后边还有几个视频吧 那好了 我就先提 嗯 嗯 谢谢大家